海洋引育著古靈精怪的有趣生物 你們又有多熟悉 接下來我,Yancy和Brian 會揭開實種海洋和極地動物的私生活 跟他們做個朋友 人人都說 禽莎是世界上最大的魚類 口又大,名字又有沙字 怎會不吃人 親眼看到,我也不相信 很大 禽莎擁有血盤大口,真的不咬人嗎 禽莎有五對腮裂呼吸 平均身長大概有10米長 相等於一輛巴士那麼長 體重就差不多有7000公斤 只要它的口最大可以有1.5米闊 不過吃得超窄,只有4至5厘米 加上它是類食性動物 所以對人類的身體一點興趣都沒有 我可以肯定,它絕對不是進擊的巨鯊 反而是溫柔的巨魚 禽莎其實很溫馴 它最喜歡吃的食物就是玲蝦和龐蟹 微寶寶的鮮物 它進食的時候會擦大口 將水流和防禦生物吸進去 它其實很喜歡吃 一天需要大概15至20公斤的食物 作為鄰居,禽莎每次游過我身邊 我都覺得它真的很漂亮 像銀河一樣 因為它身上的斑點 每條都是獨一無二 是身分的象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